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中 11月8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 作为进博会除企业商业展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展也受到了众多参会者的关注 前来观展的人员络绎不绝 据悉国家展位于5.2毫宽面积约3万平方米 包括中国在内共有来自五大洲的64个国家和世贸组织 联合国公发组织国际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参展 各参展国通过传统和高科技等多种手段 充分展示本国特色文化和优势产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 此番俄罗斯馆的展台以大气沉稳的红色为主色调 展台顶部装有大片不锈钢镜面 拓展出变换的空间感 除了呈现整个俄罗斯的自然风貌外 现场也极尽彰显着俄罗斯制造的魅力 其中最抢眼的当属俄罗斯豪车品牌 Ares的全新车型Sanit的展示 今年的俄罗斯国家馆为大家呈现了整个俄罗斯的自然风貌 乃至于整个俄罗斯的文化特色 同时也有很多的先进的科技技术 其中最有亮点的就是大家看到的这辆车 这辆车是俄罗斯的总统乃至于总理的 座驾的民用商用的豪华版车型 这次俄罗斯国家馆也展出了 它的飞机直升机乃至于商用客机 还有它的在北极科考的破冰船的模型 也是希望在未来能够在更多的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 作为进步会最有创意于看点的展览区域之一 各参展国也使出了浑身解数 带来了本国最有代表性的展品与理念吸睛 法国红酒享于全球 在最具有收藏与投资潜力的葡萄酒中 法国的红酒品牌数量占据头位 此番法国管协多款优质红酒产品证管 吸引了众多参会者关注 现在就是在展台上就看到 布尔多伯根迪和我们朗格多克的 因为朗格多克这次是成为我们叫做 就是现象级的葡萄酒区 来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面前 整个法国朗格多克的酒的特点 就是非常的甜美 有一点果香味 稍微有一点点甜甜的味 完了特别的浓厚 这样的话对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来说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的酒能够搭配中国的菜 现在很多人都关注我们的酒了 首届进博会上 以DNA螺旋结构设计经验大众的意大利馆 此番将比萨斜塔也搬进了馆内 据介绍 在第二届进博会上 意大利馆主题为意大利的科技与设计 整体设计由四个著名景点组成 除了比萨斜塔 还包含了古龙马园型大剧场 米兰教堂 以及欧洲最美客厅圣马克广场 明年是很重要的一年 2020年是中意建交五十周年了 也是两国决定的 就是签订的一个叫做文化旅游之年 所以是中国和意大利文化旅游之年 今年的设计是完全不同的 是意大利旅游嘛 然后一提到意大利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会想到的是米兰 或者威尼斯 或者罗马 或者披萨 虽然我们是把这些城市 中国朋友比较了解的 和熟悉的四座城市的一些地标 一些建筑建筑的一些地标 来呃呃呃呃呃呈现在我们的呃 国家馆里面 此外 许多参展国也邀请了本国的文艺团体 进行现场表演 卢旺达 白尔罗斯 匈牙利等国的展台前 再歌再舞 优美的歌声和卖卖的舞姿 吸引了不少参会者未关注组 观展至于平美时又能看演出 相信这样的国家展 定能让参会者得到绝佳的观展体验